在國會女性的立委的比例 佔了41.59% 所以其實是滿高的 所以她是亞洲的女性的立委 就是國會議員占第一位 那在整個全世界的排名也占16位 所以我們在立法院 就是女性的立委的比例高 那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 因為我們在憲法規定 不分區的立委女性不得低於1分之1 大概地方上其實女性的立委 也有占了38%點多 所以在立院女性的立委的人數 其實不是問題 最主要的其實是 是不是這代表著我們立法院 整個是一個男女平等 說實在在立法院裡面 對於性別的議題 它不是那麼的主流 那雖然不是主流 但是政府各個部門 都是必須要把性別主流化政策去落實 因為事實上我們台灣我們不是內閣制 所以我們的行政院的閣員跟立法院立法委員是分開的 跟說像說在歐洲的一些的國家其實是內閣制 所以他立法院國會議員的人數 他其實就是他內閣的 當他在國會的女性的人數多的時候 相對的內閣的女性的成員會多 但是因為我們是分流的 所以這裡會看到說 雖然我們在立法院女性呢 有高達40% 將近42%的女性的立委 但是在內閣等於在我們的行政院的閣員裡面呢 說實在的真的是令人有點汗嚴 在這一屆呢只有到4% 那在上一屆呢只有10% 2000年的時候那時候達到25% 所以這麼大的一個校長 其實看得出來說 女性在這整個一個政治參與的這一塊呢 其實她是還有一個努力的一個空間 那當然就是說它的一個困境在哪裡呢 事實上我們會看到說 不分區立委因為有憲法的保障 所以她一定要有二分之一的女性 但是呢在地方選舉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說各種就是所謂的 仇女的這種言論就會出來 那甚至在國會殿堂上 有時候也難免會有一些的男性的立委 說出一些就對女性呢 就是這種貶義或是歧視性的這些字言 那當然我們不曉得是說 它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 但是在選舉的過程裡面 那絕對是一個有意的惡意的 就是去品評你的容貌 品評你的婚育的狀況 品評你的家庭的狀況等等 那這些都不會發生在對男性的 這些立委的候選人身上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有待呢 我們在整個社會對於性別平等的 這個教育或是性別意識 或是對於人的尊重的這一塊 在人權的教育這一塊 其實是還有努力的空間 任何人會做的 看成人的情報 就是小學生的太陽 然後來看著 我喜歡的 任何人會有和別人的 �品評辛